虾人穿越大明 遇到一个不靠谱的父亲和一群逗逼兄弟相爱相杀 没错 我现在就是洪武皇帝的六皇子虾人 我那个爹开局半个晚 江山全靠打 最终成功通关开创大明皇朝 此刻站在面前的两个人 正是我的大哥太子朱镖和燕王朱棣 你小子行啊 敢爬那么高 真随我 能爬那么高 看来是真没上了 明天去上学吧 哎呀 我还是有些晕 行了 别装了 这都是你四个玩儿剩下的 骗不了大哥 大哥可不兴当面皆短 明天是先生检查背书的日子 还是让老六后天去吧 四个你绝对是我的亲哥 说什么话 难道我不是你的亲哥吗 后天 大本堂要是见不着人 当心你的小屁股 得嘞 我还是去吧 很好 现在可以跟大哥说说 你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会露水 根据原主的记忆 那天在大本堂的后花园里 因为想起了母妃 独自一人在荷花池边哭泣 哭着哭着 好像被人推进水里 只是没有看到是谁 把自己推下去的 小六子 你好好想想 倒不是信不过大哥 而是海亮的宫斗剧 观影经验告诉我 在这深宫之中 乱说话的后果很严重 尤其是现在这种处境下 就更要管住自己的嘴巴了 还没回想起来吗 嗯 想不起来 老四 老六是你救起来的 也没看到当时 还有什么人在场吧 大哥 我都说好几遍了 我是听着声过去的 当时就老六一个人 在水里扑腾 没见着旁人 自事体大 别不耐烦 老六落水 父皇很生气 你和父皇多虑了吧 谁敢对大明的亲王动手 并非多虑 天下注定 这宫里头跟外头一样 鱼龙混杂 虽然筛过几遍 但保不惜还有北渊间隙 或者正是正臣又亮的 鱼党潜伏 那我岂不是性命堪忧了 你放心 就算真有凶手 多半也不是冲你来的 你很可能只是恰逢其会 就是就是 一次可能是意外 两次就不可能是了 你要是再出事 绝对会引来父皇雷霆之怒的 父皇那可怕的朱元璋 大哥我母妃到底干了啥事 这有啥不能说的 不就是中秋宴会上 你娘赏了定妃娘娘两个大逼兜吗 你想想 吃个大逼兜得有多丢人 而且还是俩 别瞎掰了 事实这么个事 但各种应由具体经过 我们这些做小辈的就无从而知 也不该打定的 那还在这说个啥 都算了吧 我得回去吃烧鸡睡大觉了 沐香 我还是不太习惯睡觉的时候 有人在我旁边看着 另外以后洗漱穿衣 让我自己来就行了 殿下是嫌弃奴婢了吗 这么多年都照顾过来了 怎么现在就不习惯了呢 是奴婢哪里做得不好吗 哎呀 别哭唧唧的 我只是觉得众生平等 你不用这样 无微不至的照顾我 可这是公规 自己得时刻守在边上 看你睡觉安不安稳 伺候你起夜喝水 若是善离职守 是要被送去治罪的 好吧好吧 对了沐香 那那安乐堂 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王总管不许乱说的 你听她的还是听我的 当然是听殿下的 听说 那地方在洋房家到 凡嫔妃宫女病老或有罪 就先发此处 待年久再发话一局 至于里头什么情形 奴婢就真不知道了 能不能托人 在里面照顾照顾 我的母妃 那地方谁也不准进去 奴婢也没见过 从里头出来的人 操 母妃放心 我会出手的 那个定妃是个什么样的人 奴婢不能议论娘娘们 找来你们私底下 不嚼舌根 太阳得打西边出来 奴婢不敢 我突然觉得殿下落水后 好像变了一个人 啊 你才变了一个人啊 我只是一夜之间长大了而已 这可真是菩萨保佑 娘娘知道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有点想我娘了 这阵子 咱们可让徜徉宫的那帮人欺负惨了 阅历不给 磕磕伙食 长阳宫就是定妃住的地方吧 是啊 怎么会轮到他化室呢 皇后娘娘省亲之后 六宫之事 不应该是由贵妃娘娘接管吗 本来是应该这样的 当时皇后娘娘前脚刚走 孙贵妃后脚就病倒了 皇上的本意是想让咱们娘娘接管的 结果出了那档子事情 就让定妃娘娘捡了个大便宜 就因为这件事情吗 原来殿下你都知道了 娘娘就是找了那姓达的贼婆的道 定妃姓达 还有这个姓啊 她是色目人 他们这些达字就是野心勃勃 虽不敢跟皇后争 可一直对贵妃的位子虎视眈眈 现在孙贵妃眼看不行了 她就故意激怒娘娘 当着皇上的面演了一出苦肉计 好干掉娘娘这个对手 你果然知道 好多啊 你是紫禁城 小灵通啊 只是不敢隐瞒殿下 那还不赶快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就这样沐香便竹铜倒豆子 真说了不少有用的 比如那达定妃居然原先是陈有亮的妃子 朱老板打败陈有亮之后 便将其受为己用了 总之大事还是很得宠的 截二连三地诞下了皇妻子 皇八子 还有一位公主 一位自然节节拍生 也渐渐骄纵起来 有其母必有其子 她儿子其王爷不是好东西 就连宫里的猫果都逃不出她的毒手 殿下还记得耳朵后头那个八马 不也是小时候被她打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收紧的 火灵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